大批民众不断上街示威 阿根廷人民受不了经济低迷 把错全怪在政府头上 阿根廷批索贬值不停 通货膨胀持续延烧 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干脆开征临时出口税 大幅减少支出 想办法挺过这波全球新兴市场金融风波 根据蓬勃新闻统计 新兴市场股市已经下跌了222天 会市155天一路惨衰 地方政府债券也持续下挫240天 金融危机全面蔓延 投资人信息瓦解崩溃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指出 贸易战造成的市场紧张 还有美元走强 再加上美联储可能升息更多次的前提下 流入新兴市场资金从7月的137亿美元 8月只剩下22亿美金减幅超过80% 各个新兴市场国家陷入水城火热 菲律宾2009年来来到最惨的一次 土耳其通膨率更高达18% 创下15年纪录 土耳其里拉币值来到历史新低 印度卢比也刷新最低纪录 南非兰德墨西哥披索也是惨到不行 新兴市场至今还没有出现反弹 要有所转机 专家认为恐怕还得等上一段时间 赛利新闻圣态报道 谢谢大家